今天终于我要开始录一期久违的vlog了 现在离过年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然后我这是已经第八个年头 没有在家过过年了 刚好今年呢我妈在这边就是难得的过了一回冬 所以我们就打算过年的时候做一顿稍微丰盛一点的晚饭 然后叫几个朋友来家里一起庆祝一下 这个小朋友知道我要出门不带他了 现在非常的忧伤 是不是知道的 这个做泡馍它不是又有肥的又有瘦的 是吧 这个星期你要吃吗 这个星期不吃过完年吃呗 哎呀呀 你再加点辣椒吧 因为那天来的全是能吃辣的 让我老板知道我在上班时间 贵家干这 贵家炸毛了 以后不准再加给我上班 你是拿那个酱牛肉的剩下的汤 就是滷的 对着一点点水 加了点盐 加了点生抽 你是不是也很想吃 我觉得他今天就是要住到厨房了 我现在要出门去一趟Sephora 跟我们一起放火去 刚好我想着反正都要买东西 就顺便去做一下斯芙兰塔里面的 那个叫什么Perk Treatment 对 就是它后面涂上的这个 就是这个机子 等一下给你们看做完 就发现脸上会有很多脏东西 我跟他说想要试一下 more specific的东西 他就给我拿了一整套 它就会有血液 然后底下的都会有油 更加热 更加热 脏 更加热 一点点就行了 这么多 你再来一点点 你说一点点 这都两点点 好吗 再来一点点 这样 嗯 嗯 就颜色系的 它二十分钟就好了呀 但是稍微长一点点 颜色会重一点 我就去炸鱼区 莫莫莫莫莫过来一洗 一早一洗 你要染着头发就会炸鱼啊 那你在那等着也是等着嘛 好吧 哎呦 我上次给你染头都是 拉一年了 我自己染 我就是一点一点的对着精度 就这样 调一层 调一层 反正就慢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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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拍出来你的手真的好肉啊 肉肉的 这两天都已经那个啥了 最近干活都消瘦了一些了是吗 今天晚上给您好好马杀鸡一下 你永远把那锅弄个好看一样 感觉煮得刚刚好 咱跟你说人家经验就啥 放到冰箱就又好切 刚煮出来一个烂你发现没 煮出来像辣牛肉不是酱牛肉 管它啥主要味好就行 有设计的还挺合理的 挤着出来 两天就在吃得辣椒 也不想吃得辣椒 如果你还要吃太多 我已经来吃太多 我已经吃了 你在干什么 来 你来 入座 冒着热气 新年快乐 吃点儿